来 今天咱们继续再聊聊王冥冰 兔兔跟甲鱼的这个事情 主要是聊聊兔兔的这个小作文 是这样啊 就是在网上写小作文的这个女孩是经常多的 但是兔兔这个呢 就让我觉得他写的是最不好的一个 就是最不聪明的一个 因为其他人写小作文 他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比如说就是想要钱 比如说就是让这个渣男公布于众 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 火力都是非常集中的 但是你看他写那个作文 那是个渣男吗 那好像对他还挺好的 搞得我都想跟甲鱼去谈恋爱了 这不恋爱真的好甜 然后你说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钱要钱也没要钱 然后呢又说让这个甲鱼 跟王冥冰给他道歉 你说有什么可道歉的呢 就是整个文章看下来 就觉得图土这人好蠢 就是我们从第三方来看的话 他每次都是自己给自己把坑 然后自己跳下去了 然后自己还上不来 然后在那里气急败坏 就是就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所以说作文写的非常非常的差 而且为什么说不太聪明呢 就是你这个事情 你没有集中火力的去干那个渣男 对吧 然后呢你还伤及了无辜 现在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不见到王冥冰 我前几个视频也说了 就是王冥冰现在是不能说话的 你们俩就图土跟这个甲鱼是能说话的 你们俩啥也不说 然后胡言乱语 这个对王冥冰现在是特别不利 就小作人写的好的人是谁呢 比如说像李静雷 比如说像杜美竹 李静雷人家就说了 就是这个渣男是什么样的 然后又说了自己的诉求 我写小作文不是为了钱 因为在社交网上要钱 这种就是财产非常多的 那要钱肯定是后面有 就是快捷啊律师啊 包括心理生什么这个团队 一起协作去要钱 他不是一个单兵作战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霍孙元来那个女朋友 不掩饰要钱吗 写小作文是写小作文 就是之后是还要钱的 但是他要钱要的也不太聪明 因为在咱们国家 如果是这个敲诈勒索罪 30到50万就属于巨大数额了 这个巨大数额呢 他是要派钱的 可能最高的能派10年了 所以他这个就是要钱要的不太聪明 但是他作文写的还是可以的 再看多美竹 他这个作文呢 就是直指战男 就是大家都期盼着 他能就是再更新这个小作文 因为他这个文准很难 他就想把这个战男的面目 让别人知道 那集中火力就在他那个地方 就是又小又细 就是弹波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是文准很厉害 然后你说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的诉求是 我受到伤害了 那我需要得到就是你的这个道歉 我也要让大众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还有其他的女孩 就是他们也是受害者 那他们呢 现在可能由于身体状况 或者健身状况不太允许 那我替他们发声 那你看 就这种就是目的性非常强的 而且传播度又有的这种小作文 才是成功的作文 你在看土土那个作文 你就写了一个是什么 就是让大家吃狗粮的一个作文 对渣男就是毫无伤害力 然后呢 但是伤及了王冰冰 这个非常不顾的人 王冰冰你看他啥也没干 就是人家就想跟弟弟就是有一个接触 哎 结果呢 就是豁从天降 就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可能一辈子我们做好事 我们做好人 但是呢 就是这边有一些很蠢的人会 会让咱们受伤 所以说我之前有的视频 我一直跟大家说 就不要跟那些蠢人 跟那些傻子去做朋友 因为这些人呢 他脑子有问题 就是你如果说你的这个敌人 比如说他就是被裁 就是想在你身上就是搞钱 那OK 他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逻辑 因为他目的是很单一的 也是很明确的 他就是要搞钱 你会知道就是所有跟钱 跟基地相关的这些东西 他都会非常感兴趣 他都会给你十二 对不对 那有的人比如说嫉妒你 就是成绩好 就是那你就实际决心 你就别让他超 就别让他超过你 不就可以吧 就是都是有对策的 因为这些人呢 他目的就很强 是有逻辑的 可是蠢人就不一样 蠢人他想害你 他都是没有逻辑的 就是他根本可能都没想到要害你 对不对 就是但是会伤害到你 所以就为什么说有些人 想到说这个事情最后 会有一个奇妙的结果 自己能承受这个结果 你看图图就是一番操作下来 OK我们知道了 就是他可能是这个 甲鱼的一个前女友 或者能不能说女友 咱都不知道 是不是就只是一个伍着的关系 那图图发这个作文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咱们也也看不出来 就是我们可能知道了 你跟就是甲鱼有一段 但是甲鱼跟别人可能也有一段 但是人家不说 就是人家快乐完了就得了 就是咱也事后出一样 咱就说 你看他既然说很有这个 就是很聪明 原天赋也很高 然后呢 你看又给这个甲鱼 做了很多就是经纪人方面的工作 其实这都是他的 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个积累 对不对 但是他的工作 不能是一文不值的 他完全可以跟甲鱼去谈钱 对不对 那我跟你就是谈了一个 这个什么商务的一个活动 然后你获得这个钱 比如说我抽一个百分之十 对不对 是给我应有的这个报酬 就咱不能说啥也不图 咱们图一个就是 虚乐外机的这个名分 这个名分不值钱 是不是 然后你有这个工作经验之后 你比如说可以给别人 再去当经纪人 或者是在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部门啊 或者公司啊 去某一个职位 就是能够养活自己 对不对 这个都是你可以做的 其实他选了一个最不聪明的方式 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大家去认识他 那他得到这些流量 他根本就进不住 对不对 你看他现在就是根本这个 他那个账号也没有什么 就是商业的这个价值 然后呢 渣男也不会对他更好 也不可能把他扶正 是不是 你说他要办好的这个目的 是什么呢 其实完全土土就可以把这个甲鱼啊 当作是他的一个一个算是资源吧 跟他的这种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合作呢 给自己攒一些资源啊 攒一些人脉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像土土那么聪明 他如果把这个心思放在这方面 一定是大有可为 但是就千万不要跟甲鱼去谈恋爱 去产生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愫 因为这个可能会让你很受伤 这是等于什么呢 你就把甲鱼当成一个男仆子就得了 就是你快乐的就可以了 因为男仆子你不可能可以请回家的 你请回家你需要去公众着他 对不对 那你供着他去一个很大的成本 男仆子可能还嫌你这个妙小 就是你跟他分手的就也无所谓 就是因为你这个经验的人脉啊 都已经拿到手了 而分手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是不是 谁没分过手 你就想想 每分一次手 人家都能写首歌 然后这个歌的版权 那就等于是养老金了 是他让他吃一辈子了 所以你看 就是分手不是什么 就是让人觉得欺负过的事情 就是看你怎么去处理 那么多人都跟明星谈过恋爱 或者睡过觉 就是为什么别人不出来说呢 对吧 就别人肯定是有别人这个目的 有的是得到的钱 有的是得到人外资源 就是人家有的聪明的女孩 是知道怎么去从男人身边获取资源 就尽管说现在男女平等 但是确实有一些资源是男人在把持的 就是我们女孩可能真的是有性别上的优势 只不过这些话不能明说 知道吗 就不能明说 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让人知道了 但是你又什么都没有着 你现在也没落着自己的好 其实我以前也跟男演员谈过恋爱 但是我很少有朋友知道 你们想想我当了快十年的这个娱乐频道的这个编辑 那我能不常常婚姓吗 是不是这样 但是就为什么我也没说过 因为没必要 就是这些事呢 我觉得可以在我之后的那个回忆里面写一写 是不是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如果说你跟这种名人在谈恋爱的话 然后对方呢 碍于某种原因 他不让公开 你可以尊重他 因为如果说你跟他有经济上的保险 比如说你给他做精致人 对吧 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这个恋情曝光了 可能会影响他的收入 OK 你可以买下来 因为这个是他挣多少钱 他会分给你嘛 那这样的话 是这样啊 你必须要在社交网络上留下一些痕迹 怎么留呢 就是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方式 就是拍照啊 穿同款的衣服啊 在同一个地方打卡呀什么的 就是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我当时跟那个男媛妍谈恋爱的时候 呃是这样 就是 哪个时候反正感情还可以吧 就还在磨合那个阶段 然后他不经常在北京 他去长沙去误解中去了 然后呢 我就看了一下长沙的这个天气 长沙那时候再下雨 我就在我的那个社交网络上 我发了一句话 我说长沙的雨 下到我的心里了 其实我是很会用这种文字去哄气氛的 但是 但是这句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是你 你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粉丝 然后你看到我说这句话 你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但是呢 有心的人他就会注意到 然后这男演员的前女友 我不知道他俩是真的触过呀 还是说他俩就一直在暧昧 反正是 他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妹妹 就是对他很好 反正男人的说辞就是比较统一 都是这样的 然后说那个 他发现咱俩在一起了 我说啊 是吗怎么发现了 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妹妹 就是看他最新的这个观众列表 然后呢 看到有一个女的 然后就点到我的这个头像里头 就点到我的主页 就看到就是 我说的这个长沙的雨 下走心里这句话 然后 他呢 也知道这个男演员当时是在长沙在录节目 那OK他就知道这俩人肯定有事 对吧 就如果说你跟一个名人在谈恋爱 然后呢 他又不公开你的身份 你如果说想去 今后去捶他啊 这些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 这种明线暗线的这个东西 以后都是这些粉丝啊 或者是就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去考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你这个 你想下一盘大棋 你这个线就要不好了 而且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从这个感情里面去 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你不可能平白不顾的 你就想跟人谈个恋爱 就想跟人结婚 你要知道感情啊 激情这个东西可能万万会消退的 能够把两个人就是紧紧的 就是靠在一起的 可能是你们灵魂上 就是能够沟通 就是婚姻呢 就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绑定 就是比如说你最终的标识 要跟他结婚的话 经济上这个绑定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说你要布这条线 要布结婚的条线的话 你就尽量的从这个经济上 跟他强绑定一下 但是你想 如果不是这种婚姻的关系 只是谈恋爱的关系 你闹到法院去 法官也不会就是承诺说 你们的爱情就是永远会长久 就是给这个假鱼评评教育一下 你跟偷偷在一起 你觉得法官会说这么无聊的话吗 对吧 你这不是系统法律吗 系统法庭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看你想要什么 你如果就想要感性的这个东西 你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男谱下 你如果想要就是经济上的东西 或者想要资源 想要人脉 你就好好的去布这条线 你如果想结婚的话 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 因为跟这种明人结婚 也并不是一个特别轻松的事情 我也得跟明天结婚 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你们这边的理性没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 做事情的时候 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你能不能承担 如果你玩脱了这个后果 好了 今天就到这 如果你开到这的话 来就来了 给投回币 一线三连再关注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ciao